一下車直接對著當鋪就是一陣狂掃 4月20號土城槍擊案 槍守光天化日下連開51槍 時間往前推 前一天也有黑幫成員雙北大追殺 從台北中山區到新北板橋區一路連開13槍 系數4月總共發生的槍擊案件 先從3號新北三峽開始 因為債務糾紛開3槍 10號晚間內湖前電視製作人 也在家門口遭槍擊 同時間土城當鋪也傳出槍響 19號20號則是黑幫惡鬥紅人會和華山幫 都找未成年槍手開槍後再自行投案 10天後再度發生巴黎槍擊案 一個月內兩座城市一共被開了87槍 茶器的量部分有慢慢在減低 那是不是代表說黑槍的那個被改造 模擬槍被改造的情形會比較有減少的情形 但是似乎越查越多 最近的治安是不是就是比較威脅一點 太不安了 我們會怕 治安真的有改善盲民眾很無感 但警方也秀書掃蕩黑牆數據 109年查期到1497件 110年降為1129件 換句話說黑牆數量逐年下降 至於最常被拿來作為犯罪用的模擬牆 政府也要求積極管控 持有者一定要合法申請造冊管理 目前協會我們有被推派的所謂的模擬槍審議委員會 參與到我們現在警政署內部的一些相關的修法 槍擊案評傳掃黑訴槍不只是警方責任 政府也需要和民間單位一起聯手 才能避免黑槍繼續四處流竄 靜新聞和冒手的張子亞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盛靜美 靜好新聞